嗨大家早啊 现在在阿布扎比的机场转机 昨天半夜从阿曼走到阿布扎比 然后今天的一会儿的飞机去约旦 我飞机九点登机 我本来想睡到八点半 结果这边太吵了 然后很多人在这边走来走去加那个广播 我睡不着了 七点半我就不行了睡不着了 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睡觉的地儿 就是这个行走电梯旁边有片小草坪 挺好的贴近大自然的比较 就是太硬了睡得脖子有点净 呃 既然现在睡不着的话我也不躺着了 呃 去找厕所洗发脸啥的 然后 呃 转了转了我怕 嗯 吃个早饭家人们 我临走之前又在阿曼买了很多饼干 买一大豆子饼干 因为约旦物价也贵 哎 哪有点物价都贵吧 离开东南亚我就不行了 只能靠啃饼干度日了 嗯 别说还挺锻炼人呐 你看 一堆人 你就跟这儿 跟这儿睡觉 又跟这儿脱了衣服脱了鞋 跟这儿睡觉 然后跟这儿吃东西啥的 嗯 我感觉我脸皮越来越厚了 就是阿布扎比这个机场WiFi不太行 昨天半夜刷视频都一卡一卡的 昨天我就睡在这里 再加入我的小床 我要奔向更美好的明天了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好 OK 现在已经到约旦机场了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入境的一些事 我是提前买好那个约旦通的 我也是没有打印 直接在手机上给它出示一下 然后就让我进来了 之后又给我打了一张电子签证 单打印出来的电子签证EV3 之后呢就是正常过海关 海关他问了我几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来着 问我工作什么什么的 大概就这样 我跟他说我是拍视频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检查一下我的频道啊 然后什么也就让我过来了 刚才我也去看了几个换钱的地儿 这边汇率还行 但是手续费是真的高 一个换钱的地方 手续费5.5 约旦是里亚尔对吧 约旦里亚尔相当于人民币55块钱 55块钱 然后我又去了另一个地方看 另一个地方要60块人民币 每100美元 每换100美元 要60块人民币的手续费 这边机场我那个换钱都换不起了 太黑了这边 现在我是已经出海关了 刚我在海关里边问的 现在我打算在海关外边的 就是换钱的地方 卖手机卡的地方再看一下 前面还有一家啊 什么Global exchange 我问这儿的手续费是多少 刚问完换钱的 我说我大概想换100月蛋钱 大概是1000人民币 但是我想换100月蛋钱 我要付他们118 就是这边手机费是180块钱 天哪惊呆我了 不然我可以考虑走去市区了 我觉得真的 到了卖手机卡的地儿 10天 我大概在10天左右 30GB流量 还有100分钟通话什么 这不重要 主要是30GB流量 100块钱和一天10块人民币 其实也不贵 我手机卡这儿买的 10块钱一天 我觉得还行吧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来这儿 就是机场一出来 然后就是这儿了 刚刚买了手机卡 手机卡价格还能接受吧 10块钱一天 一天3GB流量 一共10天 然后身后这盘呢 基本就是租车的了 我前面还有换钱的和ATM机 我再去看看吧 没准手续费能低点 低点我就换了 这家换钱不要手续费啊 虽然汇率就很一般嘛 但是不要手续费 我14 14 14美金大概换了9.5约旦里压尔 还可以 比那个要手续费的是省很多了 要手续费的话 我14美金它只能给我4.5里压尔 现在我这儿能换9.5 OK 现在要找车去市区了 出门的话就加这个坐大巴的地方机场大巴 3.3可以到大巴站 不过大家要注意这边不找零钱的 我给了3.5它不找钱 这就是机场大巴吧 一开始我还一直前面那个旅游大巴 前面一个 没看到是这个小公交 小破公交车 你看一下 坐为啥的 2 hours later 嗨 家人们好 现在刚刚收拾完 给大家看一下我做情侣 人民币50块一碗 给你们看一下卫生间 卫生间就是 对 这个 我刚刚在这儿洗了澡 还是那种 蹲便 很多店没看到蹲便吗 这洗澡的地方 那是台这儿洗的几个小屋子 最奇葩的这个电梯啊 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小的电梯 只能占一个人 这个电梯最多占两个人 从没见过这么小的电梯家人们 OK 家人们现在出来上街上了 我只能说约旦这个消费真的是很离谱啊 刚我想在旅店里打印一下那个 Jordan Pass 一张啊 一张啊 一张给我要十块钱人民币 然后我说太贵了算了 然后就问了一下去死海 他这有没有去死海的车衣 其实有什么的 我想可能人民币 因为是拼车去嘛 拼团嘛 很多人凑一个车去 我想一个人也就 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就搞定了 哇两百 然后早上八点去三点回来 挺离谱的吧 我之前因为我之前打听过了 如果你纯坐公交去的话 可能也就不到一百块钱 就是麻烦点但是很省钱嘛 OK 现在是 去换钱对换钱 看看啊还要走多远 啊对 再走两三分钟就到了 现在那边也是卖金手饰的 因为约旦这边吧 还有布料的 因为约旦这边也是 约旦这边也是穆斯林国家嘛 然后他们结婚什么的 也需要这些金手饰啊 日常也会带 都差不多 你看 他们女生也是带上头金的 头金的 这边基本都是穆斯林 看就是卖金手饰啊什么的 还有 我在坐机场大巴来的路上 我给大家拍了一段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基本的时候全都是黄色的土啊 沙漠什么的 没有种一些农作物或者人住 因为呢 约旦吧 大概80%都是沙漠 都是 没有人住啊或者种庄甲什么 都是 没有用到的土地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就导致约旦人的话 其实 收入的话不怎么高 但是这边物价是真的高啊 是真的贵 出来挺多好家啊 尝试过马路一下 好久在前面了 换钱了 是个特别可爱的睡觉的小宝宝 这些本地的披萨还有饼什么的 我来看一下 买衣服的 还有卖包包 包包挂在上面卖 卖果汁 对了还有就是 约旦这边地图 谷歌地图根本搜不到公交车呀 不想搜公交车的 因为这边打车也贵贵 打车也贵坑人 这边没有红绿灯 过马路有点危险 这个时候就要找本地人了 跟他们一块儿过 躲他们后边 看 哎呀 他们怎么 哦 是拦出租车的 不是过马路的呀 不许他们过马路呢 哈哈 看到前面的山了吗 山上面有很多楼房 不光是那座山 其实整个安曼 约旦首都都是站带 都是建在山上的 山城 好题了家人们 接着说那出租车吧 我不是坐机场大巴 到一个汽车站吗 我从汽车站 还要打车 去我住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 Uber大概是 2块钱 比那 2块钱 当地比2块钱 然后他们司机 开口给我要10块 我跟他说 Uber才2块 他说那给你4块吧 最后划最多 最多能给我划到3块 那也很贵 多了10块呢 是不是 然后就打Uber Uber是没有跟我 跟这个商店耍信仰 他是在找钱上跟我耍信仰 少找钱 Uber价格是2 2块05 2块钱05分 一开始 我给他5块钱 一开始他只找我2块 然后那个 那差不多1块钱 他就密了 就不想给我了 然后我问他说 给我0钱 他给了我两个一模一样的 钢瓣 当时我就想 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钢瓣 能值9块5的 对不对 难不成一个钢瓣 值4块7毛5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钢瓣 对不对 我跟他说不对 钱不对 然后他又给我拿2钢瓣 但是我不认识阿拉伯数字 然后我就问一下当地的朋友 他跟我说 不对 那个是4毛5 然后他说不对 这4毛5 钱不对 他又给我俩 然后又问 结果7毛5 又无的又少给我 然后过了第4次 才彻底把钱都给我 所以大家如果有来约旦这边的 就是打车一定要小心阿 对了还有一件事 换钱的地方 不让用卡只能用现金 我现在要找ETM了 你们瞅这街上人还都挺多的 我看好像都是本地人 我觉得是本地人 他们长相我分不出来 我觉得迪拜阿曼 跟这边人长得都一模一样 我刚买了一份这个 不因为我看这边 这边人全都在 全都在吃这个 所以买了一份长的 这还挺贵 人民币7块5 这么一小份 好现在我来尝一下 看着像是 闻到牛奶了 好像是牛奶煎 哦 sorry sorry it's ok 好甜啊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 是那种 好像是把牛奶 牛奶或者羊奶 或者什么奶给烤了 上面放一层蜂蜜 特别甜 大概人民币7块5一份 我记得之前在网上看过 这个小吃还挺有名的 有点太甜了 大家你们看一下 刚才在蹲着吃的 吃的不太好 这个 可以试试啊 挺好吃的 就是太甜了 吃一份就行了 吃多的话可能要hold死 一个手不好操作 你看 白色是牛奶 上面那个黄色就是蜂蜜 还有 这边 亚洲游客的话 好像基本没有 反正是挺少的 我刚才已经看到好几个女生 在拿手机拍我了 有偷拍有光明正大拍的 反正习惯了吧 出来这么久了就是 也多多少少习惯了 到这边就快到城堡山了 上面就是终于安静点了 又是一个大上坡家人们 不过你们看那边 有点棒啊 看 整座城市都是建在山上的 有好很多山头啊 就有很多个 像这也是一个山 那边又是另一座山 好像有七座山嘛 还不是九座 路过这个 罗马露天剧场了 和电影里一样 就是古罗马斗手场 很多人坐这儿 然后中间是看人打架啥的 好像有演出现在 哪有个小广场 这个画画挺好看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大的 勤劳的阿拉伯人民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随处可见这个 就是测全街力度的 我建了已经四五个了 这个是上边的开放时间和价格 大家看一眼 Foreigner 30 本地人的话是2块5 幸好我有Jordan Pass 我可以进来的家人们 哇 这挺震撼的啊 山城 全都是山 这有个旅游团 一句听不懂旅游团 说的好不是英文啊 一句听不懂 好像阿拉伯话 不管了 我上去溜达溜达 这边可以去 OK 你们看这个太阳大的 就是我戴摩执都指不住 这个太阳光 我幸好来的还蛮及时 正好一会儿可以带大家看日落 太棒了 人也不是特别多 那边还有一截 是干什么的 那还有一截是 好像挡住了不让走 可以看那个 那个罗马斗兽场 从这看得很好 看到了吗 看这块看的好棒啊 哇 哇 这有一个水井吧 我要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先打开我的谷歌翻译 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谷歌翻译出来没有 还没出来呢 赶走了后边那大旅游团追上来了 我得赶紧跟他们前面 翻译不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 收集和接约用水 一直是安曼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收集雨水的地方 上来了 那几根柱子 是以前 应该有个宫殿吧 宫殿塌了 还剩两根柱子 竖在那里 好高啊 我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盖个机器人 那是两条腿 那个是他的肚子 这可能就是你看 这就是以前的样子 都塌了 塌就剩两条腿了 这个柱子 你实际看的话 会比视频里看大好多好多倍 看我才到这个柱子的哪里 到他的这里 你看柱子有多高 我才到他的这里 这个视角好像在一个巨人的胯下一样 看到月亮没有 月亮 在那看到没有很小 月亮 看到了吗 然后这边是太阳 在月亮你可以看到太阳和月亮同时登场的 有一个大坑 他就不进去看了 前面有在拍摄的 我也去给大家拍摆他们干啥的 好像我看到 有两个人在那打碟 你看这个洞穴 上面说是公元前2250年的 这个 嗨 好我去 应该能离近了看吧 把门都锁上了 我去里边给大家拍 别突然出谷里边出个怪兽啥的 应该没事 这公元前两天 里边还有 有个垃圾袋的 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垃圾袋 里边还有个洞 里边会不会有怪兽 会不会啊 会不会啊 哎 吓到你们没有 哈哈 前面还有个博物馆 一会我去瞅瞅能不能免费进 不免费就算了 嗯 果然是在打碟 这拍啥呢他们 上面还有无人机也在拍 哎 进来了 在门口登个机就行了 这给大家简略拍一下 我其实也看不太懂 一些什么艺术品啊 对我来说的话 确实 挺欣赏价值的 哇 我比较喜欢这个 骨头架子 这个是个婴儿吗 他为什么身体那么小 脑袋这么大呢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哦是婴儿 child 对后边的单头我不认得啊 这还有 这是缺了脑袋的 远古项链 还有个石碑 嗨 字呢 上面的字我也看不懂 你们看得懂吗 还有个这个 就给大家 粗略地拍一下吧 然后就是 如果大家一个一个说的话 就太费时间了 给大家拍完之后 我自己再慢慢看 免费的嘛 就是可以来看一下 也蛮好的 这个是什么 是有恐龙吗 好像就是古代打仗 然后穿的那种 然后穿的那种 用金属编成的 可以防刀 防这种剑劈砍的这种盔甲 好帅 这个头一回见 这个确实帅啊 我突然发现 这个好像能做情侣图像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小宫殿你们看 然后这边好像 看日落会好一点 太阳还让你堵啊 前面还有一个城堡 这边上还有一个 还算是完整的地方 完整的城堡 这边好黑啊 这是一个干什么的地方 光照进来 好漂亮 出了这边之后 还有一片遗迹 好像一个迷宫啊 哎 好像是日落结束了 我去看一下日落 完了真是个迷宫 上不去了 他们都跟上边的 就我一人跟下边的 哎呦喂 走错路了吧 这能上吗 完了 没地上去 我还得回去 回去然后再上来 迷路了家人们 上来了 好大好远的太阳啊 视频里大家可能看不清 太阳光太刺眼了 不过还是给大家拍到日落了 答应好大家的 很多人这个点来 就是专门看日落的 哎呦太阳太亮了 照其他东西都照不清楚了 从我来到现在我要走 这俩哥们摇摆了半小时了 瞅着都累他 这个地方呢 正式名称叫城堡山 城堡山曾是阿巴斯阿蒙王国的首都遗址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公元前十一世纪 现在可以看到UMAYYAD宫殿的遗址 建于公元720年 就是这个遗址 然后有一个大厅 有一座穷顶的大厅相当壮观 我没瞅见穷顶呢 反正简介是这么写的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大概就这么个历史简介 最后留念一下吧 喝个油 现在呢已经6点半了 我7点钟约了人一起吃晚饭 那这期的话可能就先这样了 嗯 嗯 如果大家就还行帮我点赞 投币分享什么的 嗯 大雨量吧 继续再见拜拜